喂 聪聪忙忙干嘛去呢 什么 一飞独不天下更新了 等等我 我也去 第127集 季云开的住处在王府的正中央 可这里的护卫却是最薄弱的 当然 这只是明面上的 自从他让南疆的独草发芽后 萧九安私下派了不少暗卫保护他 李远是顶尖高手 凭他的本事 悄悄潜入季云开的院子 自然不会被人发现 可是 季云开的院子和旁人的不同 他的院子里种满花草 这些花草虽说没有灵性 可布置得极其刁钻 尤其是到晚上 那些花花草草好像都跑出来透气一样 仔细看就发现 葡萄架上的青藤伸了出来 布和叶比白天更鲜艳 薰衣草的香味比白天更浓 观赏的红辣椒红艳玉裂 可惜 这些变化都是细微的 别说李远就是燕北王府的下人 不仔细观察也发现不了异常 李远是顶尖高手 江湖经验十足 从不侵蚀任何人 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 他都会提高戒备 可他戒备再高 也不会把一堆花花草草放在眼里 李远发现了隐藏在不远处的暗卫 却没有把这些暗卫放在眼里 直接飞升窜入 打算抢在暗卫发现之前 把纪云开带走 可他一踏入纪云开的院子 就悲剧了 不知碰到了什么 迎面突然飞来一条青藤 快如闪电 幸亏李远发现了及时 闪身避开了 可他刚落到地上 还没有站稳 就听到砰的一声 也不知是什么炸开了 李远本能地想躲 可还来不及有动作 鼻子就开始发痒 不停地打喷嚏 这样的情况下 除非暗卫是死的 不然怎么也能发现他的踪迹 暗卫在藤条抽过来的刹那 就发现了李远 四道黑影扑上前 同时发出信号 通知王府的侍卫 没想到老夫英明一事 却栽在这个鬼地方 李远揉了揉鼻子 苦笑一声 无视朝他扑来的暗卫 李远一晃衣袖 将浮在空中的辣椒粉挥开 冲入季云开的院子 可是不等他靠近 季云开院子里的盆栽 就噼里啪啦地摔了一地 就好像放鞭炮一样 季云开养的花草 并非全是种在地上 有许多都是特意用架子 搭起来或者吊起来的 这一摔 饶是黎远武功再高 也不得不退开 必让 这是怎么一回事 黎远看着摔了一地的泥土 瓷片 不由的皱眉 燕北王吃饱了撑的 拿花花草草当陷阱用 暗卫看到摔烂的花草 也很想问怎么一回事 这位刺客到底是来刺杀王妃的 还是来砸王妃养的花花草草的 当然 这些都和他们没有关系 他们的当务之急 是把刺客拿下 四个暗卫同时上前 挡在离远的面前 刚交手暗卫就知道 他们四个加起来 也不是对方的对手 不过 拖延一下还是可以的 等到旧兵来了 这位刺客就是再厉害也无用 而且王妃也不是傻的 外面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她怎么可能还睡得着 纪云开当然睡不着 暗卫把刺客喊得那么大声 还能睡着她就是猪了 纪云开利落地翻身下床 将外衣套上 抄上凤旗给她的金针 就从窗口爬了出去 她最近好像爬窗爬成习惯了 只是这一次她运气不好 她一动 离远就发现了 一眼扫过来 冰冷的杀气如有实质 纪云开顿时僵住 觉得自己就是待宰的羔羊 就是这样 纪云开也不认命 见离远 挥退暗卫扑向自己 纪云开顾不得自己 还趴在窗子上 握紧凤旗留给她的金针盒 对着离远就是一按 凤旗留给她的金针 是可以救命的利器 树莓金针如同炮弹射向离远 离远脸色一变 连连后退 惊呼 天一神针 纪云开一愣 趁离远被天一神针逼退 纪云开果断翻窗逃跑 而这个时候 王府的侍卫也来了 不知是离远的实力不够 还是天一神针太厉害 被一枚金针刺中了 离远脚步一顿 捂住伤口 侍卫健壮 立刻配合暗卫 将离远团团围住 纪云开站在人群之外 手中紧紧握着凤旗留给她的金针 凤旗说 这里面共有99枚金针 平时取用只要放回去就行 每按一次能同时发出9枚金针 一共能用11次 到目前为止 她只用了一次 黎远被侍卫和暗卫团团包围 却半点不惊慌 她的眼神落在纪云开身上 看到她手中的金针 黎远眼中闪过一抹气淡 在暗卫和侍卫出手之前 黎远一甩衣袖 凌空离去 今天算燕北王妃命大 追 人在眼前消失 暗卫自是不甘心 留下人保护纪云开便追了出去 可他们哪里是李远的对手 等到他们追出去 连李远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王妃 你没事吧 管事 姗姗来迟 看到一地狼藉的小院 担心地问道 我没事 郡主没事吧 纪云开不用问也知 管事必是从石经郡主那里过来 见石经郡主无事 才来看她 郡主没事 刺客是冲着王妃您来的 管事说话时 一直看着纪云开 那眼神就好像是在看罪犯 纪云开当即脸黑 你就确定刺客是冲着我来的 而不是没有找到王妃 转而拿我当出气筒 发生这么大的事 萧九安却一直没有出现 可见萧九安并不在府上 不然 依萧九安的本事 定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刺客 管事一磨 片刻后点头 不无这个可能 哼 纪云开美好气地哼了一声 转身往自己住的小院走去 看到摔在地上的花草 纪云开气不打一处来 同时又庆幸 他在院子里养了这些花草 并把它们布置成陷阱 不然 以那个刺客的本事 他今晚死定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不过瘾是不是 别急 下集马上就来哦 不过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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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瘍